或者是像很流行的 Google也开始经营 全世界你只要有不要住的房间 它也可以release出来 它有一个平台 也有App对应到 所以我之前去香港的时候也试试看 那真的很便宜 而且房屋的价格还蛮便宜的 而且上面都有平价 你去之前你可以先看一下 住过的人怎么样 它很适合背包客 所以你说这种全球性的旅行 因为现在慢慢的话也普及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有需求的人拉过来 其实就是你写App的最主要的重点 那另外就是行也是一样 实际住行各个娱乐这些都有 所以各个其实怎么样整合在地图平台上面 我想Google在这一块其实它野心其实很大 它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地图 而是把它当成一个算是生活的一个平台 所有一切都会在这个平台上实现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利用它的平台 我想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你要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你才有办法跳得更高 看得更远 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去利用这个平台的话 其实你很多事情要实现恐怕比较困难一些些 所以这个技术上面我们怎么做 但V2你会看到又跟V1又不一样 你必须要去申请什么 申请一个API key 还要去装什么呢 Google Play Service的SDK 并且要把它汇入进来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光一个技术面的部分就会非常的多 那第一个就是ADD跟Android SDK 要最新的版本 但是如果你没有更新比如4.2我之前装的你就不要再去更新了 就不要再去动它 因为你一动它之后的话 那整个变成你ADD升级了 你的SDK也要全部升级 变成说你要把旧的SDK砍掉 重新再download一次 重新再设定那会很花时间啦 而且我发现不见得稳定性会比较好 所以这部分的话你们可以再去try一下 另外的话安装Google Play Service 那这个Service版本 我们可以升级 我try过 我发现之前的那个问题 必须要填那个4030530那个号码 其实如果把Google Play Service update之后 但是其他不要update 只有update它 诶 问题就搞定了 这我也是try好久 我想说奇怪了 我这没问题的东西怎么会变成这样 后来runrun好几次 后来把它update之后 没问题了 就看到地图了 一切就恢复正常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了 有的东西真的 一个小地方恐怕要try很久 那这地方的话就把 我们的Google Play是引用进来 因为它是 Is Library 它是一个韩式库 所以把它引用进来之后 它才能够挂在 我们的专案里面 专案里面 那其实因为现在 Google的策略是什么 把它全部都绑在 Google Play Service 也就是如果你是删在手机上面 你没有跟它授权 你就无法使用Google Google的任何的Service 包含就是像NAP 或者甚至像云端硬碟 或者是其他的相关Service 就是